大家好,我是球科 对NBA球员打NBA并不只是一项工作 更是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舞台 在这个联赛中 争夺总冠军金杯是最终的目标 无数球星前赴后继为了篮球运动员最高的荣誉 不惜付出一切 然而想要成为NBA总冠军绝非一世 除了个人实力出众外 球队的默契与团结也至关重要 更多时候还需要以众幸运女神的关注 有些球员竭尽全力 却仍难以触及总冠军的荣耀 只因一步之遥 使他们背上了《无冕之王》的称号 今天这个就来盘点一下NBA历史中的《无冕之王》 第十位 特雷辛·麦克·格雷迪 1997年NBA选秀大会 麦迪在第一轮第九周围 被多伦多暴龙队选中 开启了自己的篮球职业生涯 在他的16年职业生涯中 麦迪两次荣英NBA得分王 七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 两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阵 五次入选最佳阵容 然而季后赛对他而言 却是难以言语的伤痛 伤病的折磨或者孤立无援 使他无法突破首轮 这种情况下 一直像是一种诅咒不断的折磨着他 到了2017年 当麦迪入选 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时 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尴尬 他是35秒13分的奇迹先生 也是终身无惯的悲情英雄 第九位 卡梅隆·安东尼 2003年NBA选球大会上 作为NCAA冠军球队的核心 安东尼在首轮第三顺位被丹佛金块选中 然而相比于03白金一代的 其他前50位球员 安东尼却是唯一一位 没有夺得总冠军的天才 距离总冠军最近的一次 是在08至09赛季 当时他们作为西部第二的球队晋级季后赛 在西部决赛中 他们与西部第一的胡人 争夺总决赛的入场券 安东尼在这一系列赛中 场券得到27.5分 然而他遭遇了正值巅峰时期的科比 科比场券贡献34分 5.8篮板5.89助攻的豪华数据 令安东尼的梦想破碎 随后 田瓜东游 但再也未触及那一年的巅峰 甚至在之前的几年里 他无球可打 现如今田瓜已经宣布退役 也彻底无缘总冠军 对于这位横跨科比和詹姆斯巅峰期的 顶级的分手 只能说继生詹科 何必再生瓜 第八位 克里斯保罗 保罗的这些生涯与安东尼有些相似 但不同之处在于 保罗的篮球生涯还没有结束 尽管他在前年带队打进总决赛 但随着今年勇士队输掉附加赛 倒在季后赛的门口 保罗的总冠军梦又少了一次希望 保罗职业生涯中 入选过11次全明星 9次最佳阵容 9次最佳防守阵容 4次助攻王 6次抢断王 也许称他为NBA历史上 第一的传统空位还显得有些心虚 但如果说他是传统空位最后的顶峰 绝对没问题 保罗曾经有一个与麦迪类似的诅咒 那就是对西决地板的渴望 他在07-08赛季的黄蜂 和14-15赛季的快船 都距离西部决赛只差一个胜场 可最终却因为命运或是伤病 倒在西部决赛的门前 2018年保罗来到了哈登身边做二当家 火箭在几后赛四轮面对绝世时 再次取得了3比1领先 保罗没有让机会再溜走 在进入西决前的那一场比赛中 他打出了职业生涯的最强之战 41分 7篮板时助攻和8记三分 亲自打破魔咒 最终输给了勇士 对于打破西决魔咒的保罗来说 总冠军魔咒也许是一个 更加遥不可及的梦想 第七名 雷吉米勒 在NBA三分历史上曾经的王者 雷吉米勒为了一个总冠军戒指 坚守了印第安娜18个春秋 然而他的职业生涯 受制于滑翔机乔丹 以及后来不断涌现的超级德分后卫 米勒职业生涯入选过三次NBA第三阵容 但由于乔丹对东部的统治 他在自己巅峰之年 并没有得到冲击总冠军的机会 2000年在乔丹退役之后 米勒终于迎来了冲冠的机会 可惜他们在那一年的总决赛 碰上了OK组合 一切都失去了悬念 米勒第二次冲击总冠军的机会 是04至05赛季 虽然米勒已经跑不动了 但那年的步行者拥有一票 年轻力壮 正值巅峰的实战派球员 然而那年恰好发生了 奥本山宫殿事件 步行者分崩离析 米勒也只好含泪退役 第六位 帕特里克尤音 大千千尤音是四大中锋中 唯一一位没有得到总冠军的悲情人物 90年代东部的无冕之王 究其原因大家心里都有数 1994年总决赛 正值乔丹第一次退役 尤音终于杀出东部 直面阿拉众让领军的火箭 两个巨人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血战七场 尤音场均贡献18.9分 12.4篮板 1.7出攻 1.3抢断和4.3盖帽 然而大幕的数据则更加豪华 场均26.9分 9.1篮板 3.6出攻 1.6抢断和3.9盖帽 熬走了一个小弹 又遇到了一个大梦 这让尤音的总冠军梦再度破碎 球哥不得不在尤音的腿上 写一个大大的惨子 第五位 史蒂芬·纳什 关于纳什的实力 连续两年的MVP和西部第一的战绩 足以证明他的卓越水平 然而 纳什带队太阳的那几年 正值西部最惨烈的竞争时期 巅峰时期的科比 无法阻挡的邓肯和GDP组合 独立风操的诺维茨基 以及霍里的那一撞 都让纳什的所有努力化为云烟 后来纳什 孤注一掷 加莫胡人 组成了F4阵容 但结果却不如他自己 带队时的成绩最终 纳什 以勇士助力教练的身份 捧起了总冠军奖杯 虽然圆梦了 但他偷问FMVP奖杯的画面 依然让无数球迷动容 对一个球员来说 以教练身份得到生涯首冠 既是荣誉也是遗憾 那时的职业生涯 充满了辉煌和遗憾 他的执着和努力 就对每一个篮球爱好者的尊敬 第四名 查尔斯·巴克利 又来了 另一位90年代的无冠巨星 大家应该都知道 全责是谁了吧 92-93赛季巴克利 从东部的费城76人 转头七步的太阳 结果他们之间产生了 奇妙的换球反应 凤凰城直接起飞 巴克利以场均25.6分 12.2个篮板 5.1次助攻 1.64抢断和1次封盖的表现 成为那年的MVP 带领太阳打出62胜的战绩排赛 全联盟第一 对于巴克利而言 那是一个完美的常规赛赛季 如果他能够最终捧起FMVP奖杯 那个赛季注定会以他的名字冠名 几乎在里 太阳毫无悬念的冲出了西部 也毫无悬念的在总决赛上 碰上了伟大的乔丹和伟大的公牛队 面对老友乔丹巴克利的梦 却被残忍的击碎了 乔丹在总决赛中场均砍下41分 8.5个篮板 6.3次助攻和1.7次抢断 和了命中率达到了50.8% 3分命中率40% 让巴克利断梦总决赛 巴克利后来为了总冠军加盟了火箭 但依然无功而返 总冠军成了他在后来解说生涯里 不愿被触及的伤疤 第三位 阿伦·埃夫森 如果埃夫森在2000年夺冠 那一定是MV历史上最传奇的一次单核夺冠 职业生涯 场均26.7分 4次容易MV得分王 3次容易MV抢断王 并且获得过一次MVP 你很难相信这些成就 就是一位身高仅1米83的矮鸽子创造的 但如果他的名字是埃夫森 那这一切就显得顺利成章 00-01赛季是埃夫森生涯的巅峰 场均贡献31.1分 3.8篮板 4.6助攻和2.5抢断 同于那个赛季的得分王 抢断王和MVP 76人的战绩也高居东部第一 在季后赛首轮他们以3比1淘汰了溜马队 随后 埃夫森与卡特上演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决 最终76人在七场大战中胜出 东部决赛中 埃夫森独自带领球队 与公路的三位火枪手大战七场 最终艰难胜出 总决赛中等待他们的是 未尝败齐的OK组合 胡人队已经养精蓄锐准备迎战 当时外界舆论普遍认为 76人队完全没有机会 F3在第一场比赛中 狂砍48分 送给了胡人在那年季后赛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失利 反应过来的胡人对F3加大了防守力度 最终并不卸认地以4比1淘汰了76人 尽管F3在那轮总决赛中 面对整只胡人的围剿 依旧场均砍下35.6分 但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冲击总冠军 第二位 由他双上 又来了两个90年代的无冠巨星 这是谁的杰作啊 懂的都懂 卡尔玛龙无疑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 无冠球星之一 他在NBA历史得分榜上高居第三 职业生涯 共获得过两次MVP称号 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大减锋之一 与他的搭档约翰斯托克顿 同样是历史上最出色的空位之一 NBA历史助攻榜和抢断榜的第一人 这对天作地合的组合 曾经两次带领 由他决师闯入NBA总决赛 就在1997年和1998年 两次遇到了宝刀不老的迈克尔乔丹 第一场尤差马龙没能送达 第五场乔丹的流感之战 和第六场科尔的小人物准绝杀 以及皮蓬的致命响断 让由他双杀心里苦不甘言 次年的1998年 乔丹投进了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绝杀 再次击碎了马龙和斯托克顿的冠军梦 两次决赛势力后 随着乔丹第二次退役 由他二老已经心力交瘁 再也没有重返总决赛的舞台 马龙在职业生涯末期加盟了胡人 试图借助OK组合的力量夺得生涯的首美总冠军戒指 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他 在总决赛之前 马龙遭遇了伤病时的胡人 在2004年总决赛中不敌底特律活塞 后者凭借团队合作和坚韧的防守 创造了草根神话 马龙最终在未能夺冠的遗憾中含恨退役 对马龙和斯托克顿这对伟大的组合来说 现实和命运无疑是残酷的 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就 却始终未能登顶总冠军的宝座 这份遗憾成为了他们在伟大职业生涯中 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 第一位 埃尔金贝勒 他八次进入总决赛却八次屈居亚军 这记录在NBA历史上无出其右 埃尔金贝勒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辉煌与遗憾 在1971-72赛季 胡人最终夺冠的中途 贝勒因伤病选择退役 错失了亲手捧起总冠军奖杯的机会 尽管胡人对他颁发了一枚名誉总冠军戒指 但他心中的遗憾无疑是巨大的 贝勒职业生涯场最27.4分 这数据仅次于张伯伦和乔丹 他与杰里韦斯特联手 开启了胡人的第一个showtime时代 贝勒不仅是一名篮球天才 还是一个在军队服役期间 还能在NBA赛场上 砍下40分的传奇球员 他曾单场砍下70分 并在总决赛中单场得到61分 这些记录至今仍然让人惊叹 然而贝勒的职业生涯也伴随着无数的遗憾 主要源于他与比尔拉塞尔同时代 贝勒的八次总决赛之旅 全部输给了拉塞尔领先的开尔特人 成就了后者的八连冠尾业 1968年贝勒与杰里韦斯特 迎来了张伯伦的加盟 组成了历史上最强的复仇者联盟 然而即便如此 他们仍然在总决赛中不敌开尔特人 拉塞尔的开尔特人持续主宰NB 让贝勒的复仇之梦屡次破灭 1971-72赛季贝勒因伤病 被迫成为替补球员 最终选择退役 这一年胡人队在没有贝勒的情况下 打出了不可一世的33连胜 并且在季后赛中一路高歌猛进 最终夺得了总冠军 这一程就无意让贝勒感到复杂的情感 骄傲与遗憾交织 他在退役后的第一年胡人队夺冠 却未能牵手捧起那座 梦寐以求的总冠军奖杯 球哥相信所有的球迷对无冕之王心里不会有嘲弄和讥讽 而应该抱有敬意 NB的总冠军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的果实 太多太多的球员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倒在了冲冠的路上 命运中秋只会青睐一个人 对于这些无冕之王来说 终身无冠也许是他们的遗憾 但他们努力战胜命运的样子 比赢家还要伟岸 正是这些球员们的奋斗与拼搏为篮球历史 增添了无数激动人心的篇章 他们一次次站上赛场迎接挑战 虽然最终未能登顶 但他们的精神和斗志令人敬佩